我的题目有点长 现在大家笑我都不困了 可能有一个接触 我来自一个比较古老的公司 可能今天跟在座的所有的公司相比都比较古老 我们这个行业大概有几千年了 然后这个行业就很厉害 然后大概在2012年开始互联网边转下来 我们一直收到这样子的一些新闻 互联网时代放弃焦虑了 数据化时代放弃焦虑了 后来到元宇宙时代 大家又问说你们房地产焦虑了 现在是不是做不了 所以其实在路口中 确实我们这个行业一直有在受到 各种各样的基础核心的一些改变的一些冲击 但是呢 也能看到一些行业里的从业者 他们在做一些优劳的程式 左边这张呢是Sandbox 然后我们的一个算式竞争对手 也是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像K11 然后他们也在跟Sandbox合作 然后呢 TS版海也在跟Sandbox合作 还有这边呢是那个Internet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产商 然后包括前两天 可能是旅程 发了一个文章说 他们开始跟DOIC 也在做合作 所以一些传统啊 其实已经在做一些 比较新的拥抱和改变 但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在想着就是说 基础变得很快 今天可能只能IoT 然后是ARP 或是过几十年可能是新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不变的 看似好像 Altern Retail 和Omni Channel Experience 好像在独断的演变 然后Retail Concierge 到了今天变成了我们家 这个DG CPS 是数字的原始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是一家计划公司 就是这张图其实是上海新变地 是2001年 我们是最早开始做一个 产生新的一个地产发展商 是一家香港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不非是这三件 一个呢是介绍城市 另外一个呢是发展和这个 支持城市中的产业 所以刚才大家提到的 上海石中锣 是我们的十年的一个 代表合作伙伴 从城市中的第一届 新变地给他提供的场地资金 包括对于设计师的扶持 设计师从市场区区上学 我们给他们提供小学金 然后到回来以后呢 其中我们会提供 设计师开店的场地 在上新变地 大家也知道 新变地的租金是教会的 所以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其实是服务是很重要的产业 那还有一块呢 其实是服务消费者 服务承受人 所以在人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一直也在关注 就是不同的年轻人 不同的消费者 他们在当下的生活中 到底要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在那边我刚从云团回来 这个当下有一波 玩这个web street的小朋友 都去大力了 然后也确实 这些消费者其实一直在变化 但是普遍呢 其实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一波人 就是他们是城市的团队层 就像刚才三豹提到的这个creators 他们其实是城市中最有意思 然后最有创造力的一帮人 所以作为一个城市的建造人 你怎样提供一个场所和一个平台 能够服务到他们 他们既是生产者 也是消费者 同出口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瑞安做了一些事情呢 那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首先是理解他们的需求 一个左边是代表出奇的马西洛 右边其实是我们对于消费者的一些理解 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或者对于一个创意阶层这样一个人来说 其实他去理解有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是他向内探索 他骗不更骗我自己 所以这边是me 然后另外一个维度是向外探索 他更想出现世界产生连接 所以是偏me的一个诉求 然后另外一个维度 去理解他们是 他们对于外向世界更好奇 所以他curious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他们希望可以有一些自己的 比较深刻的探索 所以他们属于consistency 那在不同的这几个维度 其实消费者 其实在这两年 不管是在拥抱时段不可及 这才是互联网 现在是RVR 然后到现在的NFT 其实他们都是在拖 就是说 我能不能让我的身份 不变得更有趣 我能不能更与富有创意 今天的科技能不能带来带给我一些 新的 去appreciate 生活的方式 所以在不变的过程中 其实原来focus 一直是这些事情 那我们 呃 就我们自己的品牌 其实原来最早 大家说我们都做商业地产的 那我们进行重新的一个定位 我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 lifestyle pioneer 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呢 它是希望可以通过 有趣的空间形式和创意社交的内容 为人生的人和创作者 提供一个这样的场景和平台 在过程中 我们做了蛮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有提供这个 coutic space 这个是平常商业要常做的 然后找到一些好玩的租户 捧着我们针对其实饮食啊 包含干 大家讲到的时尚消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experience learning 我们都在做一些自己的 直接去2C的一些项目 那这个fooding social 主持人是跟他们的主厨 办主厨请到线下来 让大家能够吃到一个2000块的饭 然后在心底一个可能变成200块 这样的一个要去年图化的体验 那比赛social是我们大概做了三点多的项目 最早就希望可以服务 这些中国的原创设计师 所以在这次跟Coutic的合作中 其实我们是邀请了9位中国的原创设计师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寻补服装的展示 然后同时在这个部分中 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不同的 来自世界上的头部的这些公司去合作 所以像这边很多打出的光业上海 是我们跟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东方企业 叫阿姨斯坦的东方企业 跟当局口做的在上海做的 Digital Art Festival 然后比如说这个表演艺术新天地 其实跟全世界最头部的 这个爱丽宝戏剧一起在做的 然后做的这个让艺术融进上海的街区 所以就是有点像今天大家在阿美亚看到的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在十年前就是已经在上海其实在做 所以那个时候你走进新地的咖啡廓 其实有看到旁边可能在演习新戏剧 那同时同样的就是因为今天可能我们讲的 很多主题是时尚 所以就是我们跟时尚海时尚之后 全服计设计师从他们归博开店 到今天遇到疫情 和朋友都知道怎么办 我们说呢我们就办一个线上时尚之后 然后我们出资金 然后和时尚之后还有各位各级合作伙伴一起 能够把设计师他们一些创造力 通过线上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时间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讲述了新地 其实在过去二十年在工作做这些事情 我们记得一个最最宝贵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的creator 就是这个community 在这个community里面有来有做电影的 有做时尚设计有做平面设计 有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意工作的人群 那这些人群我们也进入了他们的一个变化和成长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出了很多的杂志 然后其实在里面其实就几个不同的创作者 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技术 不同的社会打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长大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面向下一个更远 这样一个十年和更远的未来 我们怎么能够去看到这个线上线下虚拟世界的融合 和我们的creators 我们已经积累了十多年的这个creators产出联系 然后能够把我们对于消购者的体验推向一个更高的和高度 和一个更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维度 然后下面这三种是我们之前其实 这个我们的讨论差不多是两年前开始的 下面这三种是其实我们在讨论的 一种是说有一些地铁商他会把自己的东西建在身上 比如来图西上 我们可以建一个新天地上去 有一个这一类的 还有一类呢是他说我是从这个兴趣乐社群的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做时尚 就可能针对时尚去做一种数字化体验 还有一类是什么就是gift 就像今天大家看到的Centbox 看到的这个Centland 或者是BYC他今天建了一个自己的 这样一个社群的这个区域 所以这样子不同的方向我们都有探讨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其实 今天的新天地我们可能想要跟大家说一种 做一些更全新的场势 所以我们把我以前的什么创新 然后我的数字化创新 包括我自己的部门 就是身下实量的做个理系的部门 打包在一起 然后做了一个FutureCity 我不知道这个字体 好像不太说我公司的字体 对 然后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做了这两年吧 做了一些尝试 像这个第一个项目是当时和中国访联 还有WWF的那个野生物保护基金会一起做的 当时他们就觉得说现在的眼睛人 其实你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动物都在平文业学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能不能通过数字艺术这种比较新的形式 然后加上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设计师 能够重燃年轻人对人都很保护的意识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跟很多的 大家看到 知识纯服务上市的项目不一样 它还是有一些不受的价值的多公益利益在背后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它大概的这个流程其实就是 我们会选取一个世界上的保护基金会 他们推荐的一个并威的鸟 然后这个鸟呢 其实我们会去找一个设计师 它会选择它想要哪一个鸟 当时一共不久吧 然后它自己会去 我们有个当时的合作伙伴 会把这个鸟数字化 然后同时把设计师当年在可市区设计的 那个设计场那个设计法的服装去做数字化 最终呢 其实是后鸟的让声音唤起的这个服装 然后最后慢慢的味道成了这个鸟 然后鸟最后变成了彩色的影片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放得出来 因为我那个好像video有点问题 对 然后当时我们选的差不多是这样的种个设计师 其实在当时也是中国也有这样知名的 有一些像Rigalier 然后包括陈南起 他们是中国比较前沿的一些 那也有一些商业品牌 像TU它是我们自己的租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是一直希望可以跟我们服辞货 和一起跟我们做生意的这些 创意的设计创 我看一下 这个好像拨不出来 可能点一下那个右边 就是3D做主弹幕 也不两成 好 没关系 那算了 因为我后面还有个视频 这个给点过 你可以推出来点 好 这个像今年我们做完鸟饭后 然后今年我们在三家园 做一些就是植物的保护 所以也是把数字藏品的这种形式 放在了这种这儿 就是一些并威的这个植物上面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这个作品 当然可能会想到 就是它是在蚂蚁上面发售的 然后蚂蚁上面 其实是一些很年轻的 这种数字藏家 他们对这个作品的整体评价 其实是他们觉得 这个作品他们看得比较少 就是那种比较正向下 什么深度的价值 又只是说 我好像买 像上个回家 运行我买一幅画 或怎么样 然后这些所有的作品的钱 其实都捐给了这个世界东方几个份 所以当时计算上 每一款上链 只是差不多 27.7秒 其实它就设计 然后当时我们发布了这种卡 那一块是6000份这样子 也有一些 像设计师自己会在 自己的微博之后 他们觉得说这个项目 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也是第一次 他们觉得 时装这样一个看起来 好像一个浮躁的行业 其实在对于社会 我们对于工艺 在做一些新的创作 而大家都会在想说说数据史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可持续的创作 因为它没有原料的浪费 然后不存在说百姓肺部上升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一个可持续的这个生物责任其实比较一致的 然后也会有一些像大家再次二唱 就比如说把我们的一些好玩的设计 然后变成农装 然后放在脸上等等等等 所以总的来说做完这个项目以后 其实当时我们就在反思说 那如果我们做下个项目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尝试 那当时有一个take away 我蛮有意思 就是在马银链上的这些消息 他们其实不是很care 今天我设计是谁这件事情 因为他不是很care 就是说 我把一个很酷的东西 我们跟朋友炫耀一下 然后通过这东西在新社交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可能要选择一个更偏身的方式 大家会真的很关注时尚的一个平台 所以在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联合了Style 3D 还有小庆祝的ArtSpace 还有我们自己这一家非常好的 火关公司 刺激文化旗下的一个产牌叫Lubik 然后我们同家一起在做一个项目 因为这个也是 毕竟我弄不出来 大家在上网的时候应该能做得到 然后在Designverse 我们选了九位 就是来自中国的不同代季 不同风格的 所以只是刚才那个小伙伴也有点是 那这些事实其实都是长年 跟Style 3D 装中的新型体关系非常好的 所以当时我们推幅这个项目 大家真的非常支持 包括陈鹏老师 他是今年冬奥会的 那个奥运的服装和设计主 所以他也是一个作品 给卖到了几千块 然后秒售几个项目的一个项目 这张是其实我们推出的不同的款式 大家能看得出来 其实它还是蛮有生意识的自我个人风格在背后的 所以的话就是在上网上 就是做一个发售 基本上我们的开启曝光量 没有写 所以大家是500多年这样的老公量 这个话就不错 峰会了吗 不是很冤人之中吗 大家回头可以讲我们四号是别的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很多 KOL上车去做穿搭 然后包括上的钱啊 然后很多 然后我们就发到这个层的帮助 会比上一个那个蚂蚁连得要好 原因很简单 其实因为设计是自己排斥有盛存的 所以当你做的项目 其实能够付能到自己 是他的用趣的话 他其实自己会讲艺文啦 去做CD 他的好朋友会出场上试 所以最终的一个项目的结果 其实是让我们觉得还蛮幸违的 也是先为第一次 去做这样一条大型的一个尝试 然后我们和国外一起 然后其实后来也有反思 就是说跟现在大家看到 国外的旧有的这个作品项目 今天我们自己国家的设计上 存在一层的位置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是比较过去推出的设计师 那海外的话 他们可能会去用更加大胆的色彩 然后去能够把这些东西推到各种面前 但相对来说 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这些设计师是谁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其实我们看到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不同 但是呢同时呢 就当刚才小伙伴展示面料 我们会发现国内的这个传统 辅助师 它不太会去就是运用这些虚拟的面料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在 或者产生很多新的事业 比如虚拟面料 就是虚拟面料 然后这些 其实也会有些新的产业类 让好玩的东西产生 就是不能这个行业的发展 那在幽默体验上呢 这个左边其实是我们的体验 这个是陈鸿老师的一个美瑞鱼 虽然感觉很奇怪 但是它就是卖的非常好 卖3999 就是马上就卖掉了 然后向右边的话 因为我们国家大部分目前 还展示出比较偏静态 那海外的话 其实它相对来说 是比较偏动态 因为这些都是动态 不太能用 就是你看它可以转身啊 然后可以搭上不同的东西 就其实在体验上 我们还是有蛮多的差距的 那我觉得如果可能 是我们下一个项目 也要有一个方向 那10月份今天还会有时装周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看看时装周期的上面 它会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出现 总的来说呢 其实Future Seale 这个新年地的新团队 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啊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 比较多次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做出来的 那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 会在网话上面 我们跟UCCA 马上发现了 可能要完全有新的项目 那我们是在这里 我出卖个关子 到时候大家应该会看上新闻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来做一些关于 中国不太久的 因为想推崇中国 我这个地方 然后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UCCA的项目 我觉得有点有趣的点 是在这里 我们会在新闻地放一个 青年艺术家那样 铸地的这样一个空间 青年邀请艺术家 去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 然后通过他们的 这种数据化的表达 和创意的形式 加上新年艺术的 这些上海的伙伴 能够给这个城市 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今天一直在想 比如说 我们希望城市 是为爱着个童有而见的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 所有的东西 都希望可以服务到城市里 让每个人大家觉得 那么有趣 谢谢